中共百年党庆大会7月1号上午8点在天安门广场登场 身穿着中山装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在前总书记胡锦涛陪同之下 在仪式举行之前布出天安门的城楼观看大会的举行 中共七常委、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以及胡锦涛、温家宝等退休高层都有到场 不过前总书记江泽民以及前总理朱隆基则都是缺席 综合媒体报导 习近平身穿着中山装亮相 其他中共现任跟前任高层则是穿着西装 胡锦涛站在习近平左边满头白发鲜得非常苍老 严与九旬的江泽民没有出席 而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布开场之后 习近平发表一段非常长的讲话 《庭安门广场》上面挑选好的数万名听众不识机械性的鼓掌 表情既紧张又麻木 习近平一开始就宣布中共实现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之后习近平开始回顾中共历史 并且向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表示崇高的敬意 习近平又表示 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 中国人民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 只有中国特赦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他又强调一百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历史上面最恢宏的史诗 这一百年以来开辟的伟大道路 创造的伟大事业 取得的伟大成就 必须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 人类文明发展历史 中共以往在逢时的建党周年之际 往往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活动 不过这次一百周年则改到天安门来扩大举行 不仅规模跟之前不同 更隐含有向全中国宣誓权力给予一生的意涵 而在一众领导班子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 开始有直升机战队机编队排列171的字样飞过上空 之后15架歼20战机组成三个梯队飞过 并且由教练机拉出十道采烟 这也是首次由大规模的歼20编队在天安门亮相 此外十年前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 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曾经写下祝寿雨 祝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长命百岁 不过这张题词当时成为中国网友乐意的政治笑话 说中共长命百岁 仿佛就是预言着中共将在2021年灭亡 是逢今年中共百年党庆 日前毛新宇题词再度被挖出来在网络上面流传 不过目前已经遭到中国正网络平台封杀 中共建党百年大庆今天登场 天安门广场将举行盛大庆祝活动 各族各界人士7万余人出席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全文超过7300个字 而其中复兴一词出现了26字 习近平还宣称如果外来势力妄想欺负中国 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血肉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综合媒体报导 习近平在致辞的时候首先宣布 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解决绝对贫困的问题 并且寄属中共政机 习近平还宣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跟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还说中共领导是中国全国各组人民利益所系 命运所系 习近平还强调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不断的完整党的领导 而在外交层面方面习近平表示 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人民分割开来 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对不会得逞的 9500多万个中共党员不会答应 14亿的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 习近平讲话之中还不点名的建制美国 强调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 压迫以及努力我们 谁妄想这样干 必须将在14亿中国人民用血肉竹成的钢铁长城面前 碰得头破血流 他强调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以及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最后习近平还在现场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随后现场奏乐并且施放和平歌 祈求活动才升高落幕 对于习近平的谈话 法新社指出 习近平强调中国在清末受到强权欺凌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 向国内爱国人士以及国外对手来树立他的个人威信 德国之声跟BBC同样聚焦在习近平所说的 中华民族任能宰割 饱受牵引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绝对不接受教师业般的说教 任何想把中国人民跟中国共产党分割 对立起来的企图都不会得逞 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 欺负压迫努役 谁妄想这样干 必将在14多亿中国人民 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 碰得头破血流 以及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粉碎任何台独图谋等谈话内容 认为北京屡次指控美国试图遏止中国崛起 使得习近平今天的一些谈话 明显是把矛头对向华盛顿 纽约时报指出 从许多面相来看 习近平已经成为毛泽东邓小平之后 中国倔具权势的领导人 不过这些强硬的侵略行为 确实的中国在国际上面的声誉持续下跌 中共建党百年大会在今天登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时 也谈及了香港、澳门以及台湾问题 综合媒体报导 习近平在谈及港澳问题的时候指出 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澳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他更强调要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 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制权 落实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以及执行机制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维护特别行政区、社区稳定大局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反农委定 而在台湾方面习近平强调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始至不渝的历史任务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九二共事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 坚持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他更特别疾呼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跟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强意志强大能力 他同时对内喊话也对外扬言 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 压迫以及奴役 他高呼如果有谁妄想这样子做 就将在14亿中国人民用血肉 竹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报导指出习近平这句话一说完之后 现场就爆起了长达20秒的掌声一极欢呼 香港电台指出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 习近平讲话内容既有振奋人心满怀自信的部分 但也同时要求人民有忧患感 要意识到前进步伐会有所阻碍 要团结以及维护国家安全 他认为中国国力去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因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们恐惧担忧以及嫉妒 因此才联合起来压制中国崛起 习近平提出中国共产党在100年取得很多成就 但是依旧要思考日后国家面对各种艰辛的阻碍 尤其是来自外部势力 不过他不认为中国外交政策会变得更加强硬 而是过去作风比较忍让 以中国目前的国力来说 刘兆佳认为不需要处处退让来换取和平 反倒是要摆出一个姿态 让西方国家扫心警惕 至于台湾方面 也有一些政党团体跟人士 分别对中共党庆罚出贺电 根据东森新闻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廉政 在贺电之中表示 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而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则在贺电之中表示 期盼两岸促进融合 竭尽心力共同完成国家统一大业 共逐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而清兵党主席宋厨瑜 则在贺电之中表示 期盼未来双边可以致力于 促进两岸和平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未解 中国又爆出争议 加拿大环球邮报报导 加拿大皇家骑警 正在调查两名被加拿大 最高安全级别传染病实验室 解雇的科学家 是否将加拿大的知识财产权传给中国 包含武汉病毒研究所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相关知识财产权 可以用于重新制造疫苗 或是病毒的血浆DNA分子等材料 受到调查的两位人士分别是科学家邱翔国 以及他的丈夫陈克林 他们在一月份被温尼泊的国家 微生物实验室解雇之后 最近搬迁到了中国 邱翔国是温尼泊实验室 特别病毒体专案的疫苗开发 以及抗病毒治疗部门的前负责人 他经常前往中国 并且包含多次访问武汉四级实验室 两个人在温尼泊拥有两处房地产 包括一处出租房产 他们还拥有第三处的房地产 位在曼省吉利市的别墅区 5月底《环球邮报》披露 他跟他的丈夫跟中国军方科学家 合作进行实验 并且共同撰写了关于埃博拉 拉萨勒以及列古勒等致命病原体的入闻 其中一名中国研究人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燕飞虎 曾经在温尼泊实验室工作过一段时间 消息人士表示 在加拿大皇家骑警后来得知 有第二名解放军科学家 曾经也在这个实验室工作 不过报道没有详细披露这位科学家的身份 最了解调查开始在2019年7月 作为对这对夫妇的刑事调查的一个部分 加拿大皇家骑警的调查已经扩大到 确定两名解放军科学家 是如何进入温尼泊实验室 对此因研究埃博拉病毒 跟丘国想一同得到2018年总督将的 加利科洛宾 他指出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在调查 这对夫妇 是否将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的知识财产权 转移到中国 他表示他在3月就已经接受了 加拿大皇家骑警的调查 他说加拿大皇家骑警的角度 确实是知识财产权 调查的是他是否将材料从里面移除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对党通过一项动议 要求获得关于两名科学家被解雇的未经编辑的记录之后 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却表示不能公布这些资料 因为其中包含一些敏感的国家安全问题 而此后政府也前往加拿大联邦法院 阻止向议会提供相关资讯 中国国有企业的债务通常被认为有政府穿腰 因此都想要较高的信用评级 不过在中国政策改革跟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之下 民众对于国有企业债务的信仰似乎已经开始崩塌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第二季度中国包含河北、河南、辽宁、山西、天津、云南等 六大省市直辖市的国有企业债务收益 从中位数到一年前的不到3.5% 升到目前的超过5% 跟过去半年相比 中国全国多数国企债券 殖利率走低的趋势被盗而驰 对此惠玉评级驻上海分析师张顺诚 在一份报告之中写道 尽管这六个地点只有三家国企 在三月跟四月出现违约 不过这种低调违约可能只是暂时性的 二级市场的定价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面 考虑了这些叫落地区违约风险提升的因素 一些地区例如云南跟天津的二级市场收益率 已经出现相当明显的飙升 虽然省级政府已经介入避免大规模违约发生 以防止少数违约演变成更严重的违约风潮 不过全球投资人依旧也加强对中国债市的重新省市 因为一系列中国国有企业相关的违约事件 已经打击市场信心 可能引发投资人的抛售潮 标普估计全中国今年大概将有4.2万亿人民币的债券到期 另外还有1万亿人民币的看跌期权 让债券持有人有权提前获得偿还 事实上尽管今年中国企业违约事件减少 不过违约规模却在扩大 标普指出2021年前6个月 有11家发行人的9500亿人民币的债券违约 相比之下2020年上半年数据为17家发行人 920亿人民币的违约 今年每个违约人的未偿债券均值是2017年的3倍之多 也是2015年的9倍之多 标普分析师表示 纹约事件越来越引起众人关注 对市场跟投资者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